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見事談 我是艾楚怡 波蘭農民封鎖了烏克蘭和波蘭的邊境 抗議烏克蘭農產品在歐盟內部廉價傾銷 波蘭農民表示 現在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波蘭農民快要破產了 希臘農民也發起了抗議的活動 抗議歐盟原屋的農業政策 泽林斯基則表示 這不是糧食的問題 而是政治問題 烏克蘭農產品究竟有沒有傷害到歐洲的農民 波蘭的農民繼續封鎖邊境 對烏克蘭農產品的出口影響幾何 另外 繼阿富杰耶夫卡之後 俄方20號宣布占領了烏克蘭南部 蒂涅伯河畔的克林基村 去年10月 烏軍曾經費盡力氣 在這裡修建了橋頭堡 克林基村一手 對俄烏雙方意味著什麼 美國媒體聲稱 俄軍集結了5萬兵力 或將進攻渣波羅熱 俄軍下一步會如何行動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國社科院 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張宏先生做分析個點評 先來通過新的短片 了解一下相關背景 在俄烏冲突持續之際 烏克蘭與周邊國家的摩擦 進一步加劇 波蘭農民示威者 日前全面封鎖波烏邊境的道路和檢查站 並宣布準備延長封鎖到4月份 他們將從烏克蘭進口的穀物 倒在路上 要求當局限制烏克蘭農產品 帶來的不公平競爭 澤連斯基批評過度政治化 導致共同成果崩潰 就像烏克蘭穀物 在波蘭道路上被粗暴丟棄 這是烏克蘭農民 在面對俄羅斯無情侵略的困難下種植的 此外示威現場出現了 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標語 澤連斯基對此表示無法接受 他們從那裏面對俄羅斯無法接受 波蘭外交部表示正在調查 親普京橫幅的行為 在俄羅沖突中 波蘭一直堅定支持烏克蘭 但農民的抗議導致兩國關係緊張 邊界封鎖議會威脅 對烏克蘭前線的物資供應 澤連斯基用波蘭語呼籲 兩國農民因團結起來 尋求共同解決方案 我們看到波蘭的農民是封鎖了 連接波蘭跟烏克蘭的公路 並且還封鎖了幾個烏波邊境的口岸 現在不光是穀物 包括運載燃料 這個燃料的卡車都被禁止了 這次抗議的規模究竟有多大呢 應該說這次抗議的規模 可能比去年的抗議行動更大一點 因為現在歐洲的經濟不太好 我們知道去年歐洲經濟增長了只有0.8 可以說對東歐國家來說 它可能經濟壓力更大 由於歐盟對烏克蘭實施的貿易救濟政策 在俄烏衝突之後 取消了對烏克蘭農產品的配額和關稅 那麼這使得烏克蘭的農產品 大幅地傾銷到整個歐洲 那麼歐洲的東部 特別是波蘭 羅馬尼亞和一些南歐的一些國家 他們主要是在歐洲扮演著農產品生產的這樣一個角色 農業在其經濟中佔有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在波蘭 那麼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 所以當烏克蘭的農產品大幅傾銷到歐洲以後 給波蘭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但是波蘭農民持續的抗議 並沒有迫使歐盟徹底改變這個政策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的封鎖 邊境口岸之後呢 一度造成波蘭關係的緊張 今年這個事情又再次發生 說明這個俄烏中途持續的時間越長 對歐洲社會造成的經濟上的社會上的 這種損失害是越來越大 而且呢這種矛盾分歧正在從經濟領域逐漸轉到政治領域 那麼我們都知道這個歐洲現在極右翼政黨都在有所抬頭 就是他們在議會選舉中 從一個過去一個邊緣的這種位置 逐漸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甚至呢在某些國家已經開始阻隔了 這個烏克蘭的農產品問題 某種程度上也是說明 俄烏中途給歐洲帶來的這種壓力會越來越大 儘管歐洲的整體的經濟規模實力較強 但是呢它仍然會對一些東歐和東南歐國家造成傷害 這種傷害呢正在損害歐洲對烏克蘭的支持 我們都知道俄烏戰局現在呢發展的較為膠著 特別是烏克蘭現在處於困難的階段 那麼當歐洲內部出現了這樣一些分裂 那必然會影響到未來烏克蘭所受到的外部環境 特別是來自於歐洲的支持 一個波蘭的農民他對媒體就表示說 現在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波蘭的農民是都快要破產了 但是澤連斯基卻反復地在強調說 從烏克蘭只有5%的農產品是通過波蘭轉運的 並沒有損害到歐盟的這個經濟體的一個利益 您覺得烏克蘭農產品到底有沒有損害到 包括波蘭包括歐洲市場的利益呢 肯定會 我們還是要講到這個波蘭和烏克蘭的農產品價格的差別 它由於成本 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一樣 那麼烏克蘭的農產品在價格上 在質量上確實有天然的優勢 烏克蘭是歐洲最大的黑土地國家 他們所種植的農產品基本上很少使用化肥農藥 而且烏克蘭的這個勞動力成本是波蘭的至少的五分之一 我們知道波蘭的這個平均工資在1500美元左右 但烏克蘭的農民工資可能在300到400美元 可以見得這個積極的這個勞動力成本 決定了烏克蘭農產品在價格上具有絕對的優勢 第二個就是我們知道 雖然波蘭市場上的烏克蘭農產品只有5% 但是你要看到 就是烏克蘭農產品大量的湧入歐洲市場 造成的市場價格長期被壓制 而這個波蘭所生產的農產品 在低價下基本上沒有盈利甚至是賠本 而對於波蘭的農業生產者來說 他們需要保持一種盈利的模式 才能償還貸款 才能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 所以儘管是5%的烏克蘭農產品 進入了波蘭市場 但事實上 對於整個波蘭農產品的銷售 造成的是全面的壓制 和全面的這種衝擊 所以我們看到歐盟 特別是東南歐國家的農民 實際上已經走上了抗議 還有就是不僅僅是波蘭的農民在抗議 我看到最近有媒體報導 13國歐盟 歐盟的13國的農民 都在抗議波蘭塞爾的這一些 對污貿易救濟政策 以及綠色能源政策 歐洲試圖要在產業上實現升級 但也試圖在烏克蘭危機中 給予烏克蘭更大的支持 但是它損害的是歐洲社會自己的產業 損害著歐洲社會內部的政治團結 另外看到烏克蘭的經濟部長表示 已經向歐盟委員會通報了波蘭抗議的相關情況 希望歐盟能夠採取強有力的措施 接下來您覺得歐盟有可能介入嗎 過去也就是說去年歐盟在解決烏克蘭 與東歐國家的農產品糾紛的時候 採取的是臨時性的貿易限制 就是將烏克蘭農產品不允許它銷售到東歐國家 同時還給予了東歐國家 東南歐國家一些農民財政上的補助 但是這種補助和臨時性的這種現實性措施 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歐洲農產品市場 這種低迷的狀況 還是要講到歐洲是一個開放的經濟 又是一個發達的經濟 那麼一旦它對烏克蘭的農產品不涉限 不徵關稅 那實際上意味著其他的歐洲農業生產者 就很難盈利 甚至要保持長期的虧本 這就導致歐盟的這種政策 實際上還是很少的 那從在這個歐盟衝突的這種背中下 在支持烏克蘭是政治正確的這樣一種背中下 實際上歐盟 特別是歐洲歐盟的發達經濟體 那他們完全可以承受 這個援助烏克蘭 像烏克蘭開放農產品市場 所帶來的這些經濟損失 但對於東歐國家來說 他們的經濟在整個歐盟內部 算是欠發達的地區 那麼它所謂農民 就它的承受能力 耐壓能力就沒那麼大了 所以儘管向歐盟去布朗塞爾去投訴去申訴 但事實上歐盟在短期之內不會放棄這一政策的 因為畢竟烏克蘭很困難 相較於波蘭農民和東歐國家的一些農民來說 烏克蘭農民更困難 所以這個事情也顯示出 這個東歐國家和整個歐盟的層面上 利益上和他們的這個政策上存在著嚴重的這種溫差 剛剛這個新聞短片當中也提到了 波蘭的農民表示呢 要封鎖直到四月份 如果繼續封鎖下去 對烏克蘭農產品的出口影響幾何呢 波蘭農民採取的這種粗暴的這種抗議方式 確實首先是無奈之舉 首先應該看到布朗塞爾對於波蘭東歐國家 這些農民的這種政治抗議 實際上反映並不是特別的積極 甚至還是讓波蘭政府施壓 要求他自己去解決內部的這種政治糾紛 產業工人還有農業的這些矛盾 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 在歐盟看來是小事 但是對於波蘭農民來說確實是大事 抗議無果的情況下 像布朗塞爾投訴無果的情況下 他們選擇了最粗暴的方式 封鎖波蘭和烏克蘭的陸陸口岸 阻撓商品和貨物卡車運輸的這種正常軍營 但這種方式我覺得首先是 他要逼著歐盟逼著波蘭政府出面 最後坐下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這個可能會是一代一定程度上 會阻撓歐洲對烏克蘭的 經濟上的支持 我們知道現在烏克蘭處於戰爭狀態 那麼它的能源 彈藥 甚至它的一些生活用品 經濟上所需要的這些裝備 都需要通過陸陸口岸 運入或者是運出 那麼這就封鎖口岸 就意味著烏克蘭可能在經濟上 會面臨重大的困難 意味著就是烏克蘭必須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支持烏克蘭是政治政權 還是要直面波蘭農民的這些政治訴求和經濟要求 曾蓮斯基也說到 這次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糧食問題了 而是已經上升到一個政治問題了 我們知道在俄烏冲突爆發之後 波蘭一直是堅定的烏克蘭的支持者 現在兩國的關係鬧得越來越僵 您覺得這次的爭執的這個問題 會如何影響未來烏克蘭跟波蘭之間的關係呢 那波蘭剛跟議會選舉完 新政府托斯克這實際上是歐盟派 它在一些政策 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上 實際上還跟布魯塞爾 要比以前的這個法律公眾黨政府 要更加的親歐盟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事實上一方面它要強調政治正確 但另一方面呢 它也不能完全無視波蘭農民的這些訴求 這些波蘭農民的這個封鎖 俄烏邊界的這些做法呢 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波蘭和烏克蘭的關係 儘管總統特林斯基總統說是 支持烏克蘭是政治正確 但是政治正確也需要有 這一定的這個底線和條件 那麼很顯然呢 這種無條件的 或者說以牺牲波蘭和東歐國家 農民利益的這種支持烏克蘭 很顯然呢 這個至少在情感上 對於波蘭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波蘭農民希望既要政治正確 還要照顧到自身的最深最低的生產 生活和經濟上的訴求 我看過相關的報導 就是在烏克蘭的農產品的終極一樣 那麼波蘭農民連成本都不夠 它的價格市場價格 連它的成本都不夠 那麼它就意味著波蘭農民有可能要破產 它無論是從產業還是從自身的這種民生的角度講的 光講政治正確並不能解決問題 必須要全面地考慮各方面的利益 然後再找到一個圖現的道路 否則的話 那麼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特別是從政府層面高層對烏克蘭的支持 但民意會逐漸逐漸地被蠶食被消耗掉 剛剛您也說到 現在不光是波蘭的農民在抗議 整個歐盟有13個國家都在抗議 歐盟對烏克蘭援助這個農業上的政策 歐洲農民的抗議會改變歐洲對烏克蘭的援助嗎 歐洲農民的抗議不會改變 整個歐洲對烏克蘭的支持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在某一產業 某一行業 因為歐洲對烏克蘭的貿易救濟政策而受損 那歐盟需要從政策層面 給予經濟上的不上 或者是某種技術上的一些調整 否則的話 這種政策就會損害歐洲政治 我們都知道 雖然農業在歐洲經濟中 整體的比重不大 但歐洲 特別是東歐國家 農民在國家人口 就業人口中的比重較高 就會影響到選票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歐洲政治的民粹化 持續的無底線的這樣一種 對烏克蘭的支持 導致歐洲政治正在分裂 傳統的這種中右翼的政黨 支持率在下降 而極右翼的反歐盟 反移民 甚至是反地緣政治危機 以歐洲優先為主張的這些政黨 在選舉中 他們在民意支持中 都在上手 讓歐洲更加極端 更加分裂 好 先謝謝張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下節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繼阿普杰伊芙卡之後 俄方宣布占領 烏軍橋頭寶克林基村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一會兒見 新聞記事壇 歡迎您回來 法新社報導 俄羅斯20號宣布佔領了烏克蘭南部 蒂涅伯河畔的克林基村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芙向普京總統 匯報了俄軍最新戰果 俄羅斯20號宣布佔領了烏克蘭南部 蒂涅伯河畔的克林基村 去年10月 烏軍曾費盡力氣在這裡修建了橋頭堡 此地也是去年烏軍夏季反攻失敗之後 取得的少有進展之一 另外 邵伊古在向普京匯報時表示 阿夫杰耶夫卡的行動 被列為俄羅斯國防部的教科書 俄軍每天對該地區進行460次的打擊 相當於投下200噸彈藥 同時 在阿夫杰耶夫卡之後 俄軍繼續向西推進 而烏軍在撤退時留下許多傷源 同時有部分軍人仍困於地下室 普京則要求對方投降 此外 美國媒體CNN20號報道 目前 俄軍已經在南部的 扎波羅烏方向集結了5萬兵力 似乎要對扎波羅烏展開大規模進攻 基阿夫杰耶夫卡之後 俄方是宣布拿下了烏克蘭南部 地內波河畔的克林基村 克林基村有怎樣的戰略價值呢 克林基村是烏軍在2023年 大反攻在赫尔松地區取得的 唯一的一個戰果 也可以說是去年大反攻 少有的幾個重要的勝利 對於俄軍在赫尔松的戰事而言 克林基村在某種程度上 是一種釘子扎入了俄羅斯的陣地 我們都知道去年 俄軍宣布從地內伯和以西撤退以後 兩方是以地內伯和為界 雙方在軍事上進行聚首 在烏軍大反攻的過程中 他通過渡河在地內部和以東 建立起了一個新的據點 也就是安東諾斯基橋附近 建立一個橋頭堡 而且持續了最近五六個月的時間 烏軍不斷地在鞏固在克林基村的 這種據點這個橋頭堡 儘管俄軍實施了巨大的這個多次的 反复的這種進攻 但都沒有拿下克林基村 克林基村在一定程度上呢 給俄軍的南部的安防 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雖然是一個橋頭堡 是後勤存在的一定的這種障礙 要跨河進行補給 但是由於克林基村的這個存在 我們看到俄軍在這個赫爾松中的防衛 實際上是沒有放鬆 並沒有說這個 因為頓巴斯東部戰線的緊張 而這個有所放鬆南部的進攻 在對於克林基村的 俄軍一直來出以來 就是試圖要把它拔掉 但是多次的軍事拉鋸都沒有出現 進入2024年以後 我們發現 當西方對烏克蘭的援助 斷流之後 嚴重的縮水之後呢 烏軍的這種火力 包括兵力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也給俄軍在克林基村在赫爾松 拿下這個據點 創造了一些機會 當然呢 俄軍宣布已經拿下了克林基村 但是我們看到 烏方並沒有認可這樣一個說法 甚至有烏軍的一些 這個指揮官還有發言人說 這只是一個插旗行動 就是派兩個人到這個克林基村 建築物插個旗然後就跑了 這個也顯示出 現在對克林基村是否真的被拿下 雙方還存在著一些分歧 而且呢也不排除現在是一種拉鋸戰 但整體啊 應該看到就是由於 俄軍從去年12月份獲得了戰場主動權之後呢 它在火力 兵力上優勢越來越明顯 並且呢 竟然將這種優勢逐漸轉化成一個又一個 軍事上的突破 通過對克林基的這種 西村的這種強攻 實際上我覺得 至少說不定俄軍已經開始 蠶食了這個烏軍的橋頭包 克林基村有可能會成為 俄軍南部戰鬥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勝利 俄軍現在有點趁熱打鐵的意思啊 所以俄羅斯方面接下來的動向 您怎麼來判斷呢 呃 確實在軍事上 俄軍現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我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 俄軍至少在五個方向都在發動軍攻 最北部也就是羅蓋茨克和多尼茨克的交界處 克里米納地區 俄軍也在發動了強攻 主要還是就要建立通往這個哈爾科夫州的通道 呃 因為克里米納周邊呢 是正好是這個洪利曼 克勒馬托爾斯克 這些重要的節點 而這只要拿下了這個這個通往 這個哈爾科夫的這個通道的話 那麼將會對這個烏軍在哈爾科夫的 這個安全形勢 制造一些壓力 第二個方向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就是巴克木特方向 那麼巴克木特呢 實際上從去年5月份 俄軍拿下巴克木特以後呢 並沒有停下腳步 而是繼續向西停進 那麼最近在火力和兵力的任務優勢之下 俄軍呢在安德里耶夫卡和克里什七耶夫卡 這兩個方向都在加大進攻 實際上我覺得俄軍要趁熱打鐵 要擴大他在頓巴斯地區的控制區 爭取更多的這樣一種節點 第三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阿斯迪耶夫卡 那麼俄軍在阿斯迪耶夫卡 激戰了大概5個月 付出了巨大的人員上網 那麼趁烏軍現在撤退 新陣地還沒有完全穩固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俄軍仍然在阿斯迪耶夫卡呢 向西這個進行軍事上的這種進攻 也試圖呢要給烏軍這個找到烏軍的這種 這個軟弱點啊 來試圖呢繼續向西這個進攻 那麼第四個我覺得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在扎布洛羅的羅伯蒂尼 羅伯蒂尼呢是我們看到的是 二二三年烏軍大反攻中在南部方向 另外看到克里姆里公方面20號表示呢 普京將會在2月29號發表國情諮問 普京說呢這次的國情諮問 至少要為未來6年來設定目標 在俄乌衝突即將滿兩周年 包括俄羅斯即將迎來大選之際 這一次的國情諮問可能會涉及到那些內容呢 國情諮問是對一個普京總統在執政以來 以政治上一個例行的定期的一個攻勢 通過國情諮問的方式 向俄羅斯社會和俄羅斯的整個議會上下兩院 報告未來的政策走向和他的主要的政策立場 那麼很顯然呢 現在在普京即將這個開始下一任期之前 他要進行國情諮問報告 向社會 向政府 向議會來報告 他在內政外交方面的一些重要大的舉措 那麼這個實際上既是選戰的一部分 也是俄羅斯政治生活一個常規動作 通過這樣一些動作呢 我覺得普京會強調 他在未來6年打算繼續幹什麼工作 比如說在俄乌中都上的立場是什麼 在與西方關係是什麼 在與亞太國家組合發展關係 以及俄羅斯內政 比如說俄羅斯的經濟增長是採取哪種方式 俄羅斯的民生問題如何來解決 以及俄羅斯社會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就業問題 以及呢還有一些我們看到的俄羅斯 這個社會的這個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等等等 可以說每一次的俄羅斯普京總統的這個國境資吻呢 都可以視為觀察俄羅斯正式 觀察俄羅斯未來前景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窗口 另外在朝俄關係方面看到普京是贈送了一輛 俄羅斯國產的豪華汽車給金正恩啊 根據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說 這是一輛奧魯斯汽車 普京本人的座駕也是這個牌子 那麼這個汽車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我覺得贈送汽車呢 首先體現到普京對發展與朝鮮關係的重視 我們知道俄羅斯衝突爆發之後 俄朝關係快速升溫 朝鮮在俄羅斯衝突上的立場啊 十分的積極 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 並且俄朝在軍事領域加強了合作 據一些西方媒體報道呢 朝鮮向俄羅斯大量的供應了一些彈藥 甚至是火箭炮 還有一些西方媒體甚至說 朝鮮向俄羅斯供應彈道導彈 可以說呢 雙方的這種緊密合作啊 也使得普京向朝鮮領導人 征送俄羅斯汽車這個形式 來表現雙方關係的友好 第二個我覺得這個禮品的選擇啊 也很有意義 因為我們都知道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 特別是西方的汽車企業 大量從俄羅斯撤出俄羅斯市場 那麼現在俄羅斯的這個汽車產業 國民的這國內的一些工業 實際上是要重組重構 那麼俄羅斯呢也在不斷地發展自己的國產的汽車工業 像俄羅斯這個豪華俄羅斯的品牌 實際上就是在制裁背景下俄羅斯企業生產出的新的產品 向世界展述俄羅斯的新的汽車產品 無疑就是要這樣向世界證明 在制裁之下俄羅斯的工業沒有垮下 反而呢越來這個越具有創新能力 自主能力 這都說明普京的這個禮物 具有政治意義和外交意義 所以這個元首的作家某種程度上 也是一個國家的名片 非常感謝張宏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再會